這場勝算應該很大 應該會有四球 實力都挺懸殊 我起碼都可以贏超過一球 2比0 希望贏球 希望 今天有下次名出來 應該會OK 他自己很喜歡踢這個位置 大家都知道 這場球他入了一球都算是這樣的 第一球很重要 上半場就應該緊張一點 當我們贏一比0的時候 怎樣去試一下保持球 我們都要嘗試去控制節奏 這個是我們可能要再做一點 最主要是葉鴻輝 因為表現好 還有真是香港人 都是葉鴻輝 因為很有領袖的風化 下半場 我覺得是放鬆的 都是贏著Tacker 記得 第二球真的靠羅伯濤那一球 然後才能得到角位 其實那球都很精彩 我選羅伯濤 助攻助手 有夠拼搏 就是這樣 其實整體來說 那個技術 那個合作性 都比對手好 起碼 踢到一個形狀出來 都算是近期代表者 比較進取一些 可以多一些進攻 多一些組織 2比0是一個合理的賽果 後面就好運 因為我們今天都沒有給別人 製造任何機會 很開心就是 我們這兩場球都是零七球